去年澳洲森林大火 造成超過三十億的動物死亡 即使災情慘重 搜證犬貝額仍是憑藉銳授覺 找到一百多隻幸存的吳偉熊 立下大功 另外墨西哥為了打擊毒品交易 在地鐵站內部署棄毒犬 希望在狗狗的協助下 能快速找到販毒者 全副武裝偵察犬與研究人員 一起走在乾枯的森林中 尋找吳偉熊的身影 從去年延燒到今年年初的 澳洲森林大火 是數十年來最嚴重的一次 造成動物棲息地嚴重損害 以及六千隻吳偉熊死亡 還好有偵察犬貝兒一隻毒秀 找到幸存的一百多隻吳偉熊 讓救難人員能夠及時送往醫院 我們在地上討論 是否有一個狗狗的群人 會有影響 如果有一個狗狗的群人 會有危險 我們會在車上去幫助他們 陽光海岸大學的 偵察犬動物保育組織 目前共有四隻偵察犬 各有所長 其中兩隻受過棲息地訓練 還有一隻受過遺傳學訓練 最後就是吳偉熊的偵察機貝兒 為了迎接乾旱季節的來臨 貝兒回到昆士蘭州提早做準備 雖然提醒預報顯示今年大部分地區 會涼爽多雨但搜救團隊仍是不敢掉以輕心 在墨西哥首都的地鐵站裡 警察與棄毒犬在人來人往中巡邏 遇到可疑的物品時聞一下氣味 確認乘客沒有攜帶毒品 作為世界上最大運輸樞紐之一的墨西哥城 每天約有五百萬人使用地鐵 近日發生多起違法毒品和酒精類物質 為了打擊猖狂的販毒事業 當局開始在交通樞紐加入棄毒犬 讓毒品交易更加困難 大麻在墨西哥是熱門的地下藥物之一 並未得到政府合法化 在台灣也是列為非法的第二級毒品